粉丝技修的苹果X2 那我们来看一下故障描述啊 小字条 手机充电一晚上然后 第二天手机发热卡顿 那么在关机 之后然后就没电了 那么现在 好像不开机打电话 需要开免提 才有声音啊 这里一个非常 大的信号啊 需要开免提才能打电话 我们来解开始检测手机啊 插充电器正常的充电电流也有充电的图标 那么手机没电了我们先充会电 OK那么电已经充上了啊 现在已经亮起logo啊 然后 我们等他充开机啊 开机之后我们对功能进行测试啊 确实 也是啊 听筒没有声音 那他手机非常的发热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摸到 还有点烫手啊 这温度肯定属于一个异常的情况啊 那么正常 就算手机发热也不会有这么高的温度啊 那 我们拆开手机 首先 检测一下手机啊 先看一下手机电流 加电漏电 一安啊 一安还要多一点 加电漏电一安 那么手机发热 那肯定属于正常的啊 不发热才怪 这么大的电流 OK 那么拆开手机咱们准备 维修啊 那么结合故障描述啊 那么我们首先 把 问题肯定又锁定在那 前置小音频 因为手机也发热啊 发热源也是乃至于正义 因为老铁这里也写了啊 打电话需要开免提 听筒没有声音 那咱们就直接将 矛头指向 啊 前置小音频 那么最终 精检测啊 是 小音频的 boss的声音压的一个电容短路 导致了啊 我们抠掉电容 OK那么现在电流已经充满了我们再能做测试 那么打电话 听筒 声音也正常了啊 已经有声音了 手机也不卡顿了 修手机呢 我们要根据故障的特性 去维修 那么才能给我们快速的方向啊 不然 要走弯路了 啊 啊